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奇怪的虫子 一只看似可爱的大眼睛 盯着地上105度的水坑 猛的一下跳了进去 正好被在外面散步的狗子看见 它跑过来闻了闻还不够 又甜了甜 小虫子瞬间发怒 一个激励跳进了狗狗的嘴巴里 狗狗在地上翻来滚去 即将就要窥歇了 接着狗狗走到一个大叔面前 这个大叔并不友善 冲着狗狗吐烟圈 想让它走开 突然虫子跳进了大叔的嘴巴 当众人再次发现狗子的时候 他已经全身冰冻而死 晚上大叔摇摇晃晃朝一对情侣走去 看见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大叔对着他们就扑了上去 一旁的女人赶紧拽大叔 却只拽掉了假发片 眼看虫子就要跳出来 危机时刻 女人拿起棍子将大叔打趴下 家人听到声音 赶紧拿着武器跑了出来 老李上前查看 却不料被大叔抓住了脚 接着虫子从大叔的嘴里爬出来 在地上完成了褪皮进化 虫子直接一个起跳冲向了老李 老李使出了毕生绝学 一个108度空中转体 成功避开了虫子的袭击 一次接一次 最终虫子撞在树上 老李也翻蒙了 直接撞在墙上 可虫子还是没有放过来 幸好这次老李早有防备 拿铁盆挡住了 没想到虫子趁机钻进老李的裤子 众人见状 对着老李就是一顿乱串 虫子终于被赶走 大家赶紧跑进屋里 跑不动的就直接拖进来 关上大门锁好窗户 突然有人发现后门没有上锁 等大家回过神来的时候 后门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 在发现是儿子之后 大家松了口气 可没想到 儿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条虫子 老李拿起来向上一丢 虫子掉在了地上 也完成了进化 吓得众人赶紧躲起来 等他们再次出来的时候 居然有一屋子的虫子蛋 而且怎么踩都踩不碎 这时原本的小虫子 也长成了巨型大虫 这条虫子咬住了男人的屁股 怎么拽都拽不出来 大家集成一团 老李让他试着用力放弃 但还是不管用 最后经过讨论 老李挥舞着高尔夫球杆 以标准的姿势 成功地将虫子给打掉 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 虫子就钻进了老李的嘴里 最终 大家只能采取相同的方式 把虫子打飞出去 虫子掉进冰块之中 瞬间被冻死 一脚就踩碎了 此刻他们才明白 原来虫子怕冷啊 而另一边 那条长到五米多高的大虫 正在对众人发起攻击 男人帅气地拿起长枪 对准大虫 可知大虫是来者无惧 连子弹都能吞进去 更离谱的是 子弹还在大虫体内发生爆炸 变成无数颗子弹反弹了回去 在屋内扫射 直接对抗不行 那就想点策略 大伙开始准备陷阱 然后拿了一筐虫弹 把大虫引到水池边 随着虫弹的倒入 大虫也紧接着挪上木板 但却卡在了那里 于是 老李两人只能合力地 一起将大虫推下去 大虫掉入水中 水温随即被降到最低 水面慢慢结冰 但这时 身后又出现了一只虫宝宝 一下子跳进了男人的嘴里 它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 不一会儿 身体就开始冒着冷汗 男人突然睁开眼睛 将虫子吐了出来 但奇怪的是 男人并没有大碍 原来是因为男人体内 有特殊的物质 可以对抗虫子 而就在这时 屋子突然起火了 众人一哄而散 赶紧逃命 慌乱中 智冷的机器被提掉 水质温度开始急速上升 这条虫子有多奇怪 钻进狗狗体内 会把狗狗活活冻死 还能帮高烧不退的孩子治病 原来 它害怕低温 当水温达到149度时 结冰的水慢慢融化 大虫又活了过来 这时 一家人正在屋外灭火 正当大家奇怪 究竟是谁放的火时 出现了三个男人 原来那三个人误以为 他们在害人 老李跟他们解释 但他们根本不信 还嘲笑起来 就在这时 大虫跑了出来 一口把三人吞掉 男人伸出手求助 可面对这个旁人大物 大家也无能为力 有人想用炸弹 却被大虫碰了一身的粘液 而这时 从屋里跑出一个 没穿衣服的人 告诉大家 只要虫子吃了包子 就会死掉 这时老李也想起来 前两天新做的包子 里面放了豆子和米酱 所以那个男人才能逃过一劫 于是他们拿出豆子 360度旋转 将豆子扔进大虫的嘴巴 却被吐了一身的绿汁 接着又拿来米酱 可还是不走笑 被吐了一身黑色的汁 这时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拿出珍藏已久的调料包 一个高空泡雾 飞进了大虫的嘴巴 随后 大虫的身体 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开始口外演戏 将三人吐了出来 没过多久 就化成了一滩能力 只剩了一个大眼珠子 还不灵不灵的闪着 看到大虫终于被打败 一家子高兴的蹦跳起来 好了 这里是悟空闹电影 我们下次见